对很多老一代中国人而言,俄罗斯的前身苏联,就是中国的老大哥。 因为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段时期,中国几乎所有的工业装置,都是从苏联进口。 苏联当时所展现的一些生活标准和方式,对中国人民来说,简直是天堂般的存在。 甚至苏联人餐桌上司空见怪的土豆炖牛肉,似乎都成了中国人民眼里现代化生活的标志之一。 与中国人的看法相反。 当时,苏联对中国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。 贫穷落后就是中国的代名词。 以至于现在很多俄罗斯人心理上的优越感,都是建立前苏联时期对中国的全面领先上。 新中国初期只是一个农业国。 不过经常到中国工作访问的俄罗斯人。 特别是俄罗斯媒体对中国发展变化最为敏感。 感受也最为透彻。 比如俄罗斯共青团圆报,日前就刊发了一篇文章。 作者是两名经常来往中国的女记者。 她们看到了这些年中国的变化感悟颇深。 文章标题非常显眼。 一四十年,中国从一个落后国家成为最酷国家。 文章首先列举了四十年前中国的种种落后情况。 关于这点很多俄罗斯人及中国人,都已经是印象深刻了。 之后记者话锋一转,开始大谈中国今天的成就。 从南方高楼林立的经济特区,再到经济高度繁荣的上海, 以及中国内地其他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。 现代化的建筑和市政体系,先进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,领先世界的通讯系统。 特别是中国人的勤奋和非常高的社会效率。 这些都让中国当之无愧的成为世界上最酷的国家。 中国发展非常快速。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,外媒称赞中国发展成就的文章和言论,已经听得太多了。 但是出自俄罗斯媒体之口,并且毫不吝啬地称赞中国是最酷的国家,确实还是比较少见的。 因为俄罗斯国内曾经充施住一种非常顽固的传统成见。 极挥之不去的老大哥心里,俄罗斯人甚至比西方国家更难接受, 中国已经从贫穷落后的国家,一跃,成为当今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。 特别是在俄罗斯国立日衰的情况下,要承认中国的领先,就更加痛苦和不甘。 但无论俄罗斯传统心理是如何的抵触,中国快速发展的步伐,却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。 在这种情况下,一些俄罗斯有识知识和媒体,也开始正视这个事实, 并且向俄罗斯国内正面宣传中国的发展真相。 说明俄罗斯人的心理上,已经开始接受向中国学习的现实。 俄国经济仍无根本性好转。 当然作为中国人,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,中国虽然取得了成足的进步。 但是至少现在,我们还不是世界上最酷的国家,仍处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。 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 需要奋斗的过程还很是艰巨。 当今世界也还是有一些势力,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。 实时出处给我们设定一些障碍。 甚至试图丢制中国威胁论来阻碍中国发展。 而这种阻力,恰恰是我们不会懈怠的动力之一。 中国有这个信心和潜力,最终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。 那才是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,都会由衷佩服的真正强者。 谢谢大家。